近日,漫威《惊奇队长》放出了首轮剧照,向我们展示了电影的一些主要角色,除了主角《惊奇队长》塔罗尔丹弗斯外,还有初代《惊对马维尔》、尼克弗瑞及基罗南的,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本门德尔森,扮演的斯库鲁人统帅塔罗斯, 在剧照中它却是一副人类的外貌,这不由让人欢迎电影可能与漫画秘密入侵有关,下文包含剧透,请做好战斗准备,而近日一则EW关于门德尔森的采访,彻底肯定了这一猜测,采访中门德尔森谈及他的角色时说道,我在扮演的这个角色,其实是一名神盾局特工,并且我还是尼克弗瑞的上司,他此案幕后工作,并且秘密策划者斯库鲁的秘密入侵, 这一发言让人大吃一惊,队长都不由吐槽了,漫威,这里又有人剧透了,漫威狙击手了解一下,我为什么要说有,按照此前漫威官方公布的演员名单中, 本门德尔森扮演的是斯库鲁人军队的指挥官塔洛斯,他是一名极具野心和侵略思想的好战派,他不但推波助澜,拉斯库鲁与特里的宇宙大战,还策划了险些毁灭地球的秘密入侵, 而根据本德尔森的说法,斯库鲁对这次入侵已经策划已久,塔洛斯在地球潜伏了多年,并且还成为神盾局的一位高管,秀莲尼克福瑞也归属于他的手下,另外门德尔森还透露了另外一些细节,漫威这种剧透,你们真的不管的吗? 塔塔洛斯将对克里的仇恨也埋到了心底,表面上他还是和克里打着交道,并且或许我们都认为克里人是比较友善的,而斯库鲁比较邪恶,但是我想说他们都错了,斯库鲁才是被误解的一方,电影中你将会看到更多关于克里和斯库鲁的故事,另外门德尔森还谈到了他扮演的两个形态角色的感受,我的意思是,当你扮演斯库鲁的时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, 在九十年代军工业特别发达的年代,他要假扮人类,并且还要模仿人类说话行动时,这十分有趣,从演员的采访中,我们已经看出电影部分情节,改编自著名漫画事件秘密入侵,该事件讲述了斯库鲁人策划了一场对地球的秘密入侵,他们利用自己的变身能力变身,成为地球的英雄使英雄内部矛盾四起,漫画中的复仇者解散,内战都是斯库鲁人幕后搞的鬼, 在这一场斯库鲁策划的入侵中,秀莲、X、教授等拥有强大心灵感应,能力的人都无法分别敌,英雄间的信任荡然无存,如果不是反派及时联手英雄,地球险些被斯库鲁攻陷,而钢铁侠也在这场入侵中被万众指责,最终还趁为了国家通缉犯电领经其队长部分清洁,正改编自秘密入侵,而神盾局不出意外地,又被斯库鲁人渗透了, 所以原来比起九头蛇,斯库鲁人才是间谍十足,而尼克福瑞当时还很年轻,也许正是在这场动乱中,他失去了一只眼睛,并且也变得不再轻信他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